大家好,我是多多,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我们的房子里肯定需要摆放一些物品 但是在放置物品的时候,不仅要考虑美观问题 还要注意风水问题 如果违反了风水的禁忌 那么只会给我们带来坏运气 不仅无法过上富裕的生活 甚至可能是我们越住越穷 因此我们要多多注意一些有经验的人建议 最好找一些风水大师 让我们在物品摆放上面注意平衡家里的风水 这样就可以令家里的财运越来越好 在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影响我们的家居风水 例如我们家中扫把的摆放位置 如果我们把它摆放在正确的地方 就可以去除家里的邪气 在我们家庭中扫把都是可以起到清洁的作用 但在一些家居风水来说 它还有一些神秘的效果 就是能够把家庭中的无悔之气清除掉 那么扫把在我们家庭中应该怎样去摆放呢 一扫把不可以放十一处 一不可以针对着门窗 假如将扫把以门窗而放 让人在门口或窗前一眼就能见到家里的扫把 不仅会使财运很难进入 还会将室内的财气给赶出家门 使家人没赚钱常常漏财 二不可以放在坐卧之处 扫把置身 具有非常大的洋洞气场和破财之气 当然不可以放在卧室 床头客厅沙发等 大家平时坐卧休息的地方 这样会影响家人的健康和各方面的运程 三不可以放在门口 很多人习惯性的把扫把放在门口的一边 那样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但是门口是风水屑上十分关键的位置 将扫把放置在这也会影响门口那若生气 择碍财运的进入 让扫把上的污秽之气污染这所房子 如果一定要把扫把摆放在门口 一定要注意保持门前整洁干净 不能有垃圾 否则扫把只关注这堆垃圾 不能清除家里的坏运气 而且还会组织好运气进入我们家中 四不能摆放在厕所角落 很多人都觉得厕所是一个很脏的地方 因为是人们排泄废物的地方 并且很多脏东西 因此把扫把放在厕所 扫把更加的脏 而扫把是用来清洁 扫除屋里的其他地方 这个时候很容易脏东西引进屋里 摆在这里不安全 而且扫把本身就带有污秽之气 而厕所更是家中污秽之气最多的地方 如果把扫把放在厕所里面 就会加重扫把上的污秽之气 当我们用扫把扫地的时候 就会让家中布满污秽之气 财运当然不会好了 五不能摆放在阳台角落 扫把不能放在阳台里面的角落 扫把本身就带无汇之气 阳台正是家中在厕所里面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扫把放在阳台 就意味着把家中财运挡走 也许会让阳台纳入的气 带有扫把上的无汇之气 这些污秽之气会影响家中的财运 这样财运自然不会好 六不能多把放在一起 在过去家中之间发生争执 或者是大人折打小孩 往往会使用扫把 所以将多把扫把放在一起 意味着家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 不利于家庭和睦 七不能放置客厅角落 客厅是家庭中一个只要聚集活动的地方 因为家里人在客厅会待比较长的时间 有浓重的运势气息 而从外面带回来的脏东西 也会比较多被吸引而停留在客厅 因此扫把如果放置在客厅的话 扫把上的脏东西 也会很容易地和客厅的晦气形成作用 因此绝对不能把扫把放在客厅 八扫把不宜倒放 在多顺的影像里 扫把都是竖着放的 但是有些人对扫把的摆放却不管不顾 随便丢弃在一边 甚至还有人把扫把倒着放 其实这样做是非常不利的 民间认为阴间的东西跟阳间正好是相反的 扫把也最好不要倒着放 酒不宜放在玄关 玄关这个地方摆放扫把 其实是很不好的 因为首先玄关是我们进门的地方 其次玄关还是风水气息进入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对于家运而言 无疑是很重要的 如果把扫把摆放在玄关的话 就会导致这些风水被破坏 这样自然也容易影响家中财运 破坏财运 时不宜挂在客厅墙壁 在自己客厅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 其实都是不适合摆放扫把 因为客厅整体就是一个场风聚气的地方 如果把扫把放在自己客厅里面 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客厅里面的气息无法聚集 因为扫把会把这些气息都给去除 所以一定不能放在这里 十一不懂空间的扫把不能放在一起 一般来说家中的扫把要按照使用空间范围分开摆放 比如打扫厨房客厅的沙发放在一处 卧室的扫把放一处 厕所的扫把放一处 不能全部摆在一起 如果全部摆在一起会扰乱住宅的气场 资深住宅的无惠之气 影响家的健康破财 二 扫把放在哪里好 一 床头放扫把 很多有钱人都会在卧室的床头放置一把扫把 这并不是他们傻 而是这样做可以清楚床头不好的无惠之气 这样就会保障我们良好的睡眠环境 使整个家庭的财运越来越好 做事更得心应手 肯定也更加有钱了 二 摆放在厕所旁 把扫把放在厕所旁 可以借助厕所的风水布局 有效地控制扫把的污秽气息 这个摆放位置 除了可以控制污秽风水气息 还有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可以帮助提升家庭成员的事业运势 尤其是厕所在玄关附近 把扫把放在这个位置效果更佳 三 摆放在大门后 大门是可以阻挡外来的煞气 污秽 不会进入家里 扫把和大门的风水相辅相成 形成墙有力的阻碍 有必杀的作用 把外物阻挡于家门前 但是有一些例外 总会有一些污秽的气息 溜进家里 这个时候 扫把的风水少除污秽的作用 也就会中和掉这些污秽的气息 给家庭带来好运 四 摆放在卧室门口 在卧室门口摆放扫把 这是很多人家不可想象的事 但事实上 如果从风水布局方面考虑 在卧室门口摆放扫把 会将卧室的财富运势进一步强化 尤其是由于少除一些污秽气息 另外在卧室门口摆放扫把 还有力提升个人的爱情运势 让夫妻之间的感情变得更加稳定 五 摆放在厨房 将扫把放在厨房里 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卫生 但实际情况来看 把扫把放在厨房里 可以有效地提升厨房的财运 对于整个家庭的财富 运势提升也是看得见的 不过在厨房里放置扫把 一定要注意放置在厨房火灶的鞋对面 不能针对这火灶放置 六 摆放在走廊 如果自己家有走廊的话 那么扫把就好放在走廊摆放 因为长长的走廊 可以很好地形成枪杀 如果把扫把摆放这里 不仅不会破坏风水 甚至还可以起到一定的 化解枪杀的效果 风水效果为是很好的 所以可以把扫把放在走廊 在我们家庭生活中 很多地方的物品摆放 都会对我们的家机风水 造成影响 因此我们在摆放物品的时候 要多注意一下 做好家中运气这样就会好 财运也会滚滚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记点赞收藏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